被誉为反美斗士大V司马南被多家平台禁言 具体啥原因呢 网上标注是啥呢 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具体也没说明 最近可以说是一直我关注于司马南的一些视频 因为司马南在美国花了25万购买了房产的一个事情 可以说最近推的特别火 甚至最近司马南前几期视频不断的进行解释 也不耐其反的进行解释 甚至把视频开头都改了 尽管司马南不断的道歉 又澄清 又把这个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 可以说引起大批网友的讨论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评论里面 大说说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没有真正的实际意义 那么这次近年是不是和美国房产有关系呢 我们从头捋一下 看看这几个细节 大家就应该自己能判断出他近年的真正原因 可以说从去年十一分初开始 这个司马南针对联想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 这个炮轰 多期节目都是真真见血 当时这个粉丝也是极力支持 当时我看好多粉丝留言说 这下联想完了 但是直到今天联想有事吗 那么联想没事批评联想的司马南是不是就该有事了呢 可以说至于司马南在美国买房子的事情 那是2018年的事情 那么为何在最近两天才被热炒呢 刚刚出面澄清就被禁言 难道这是巧合吗 如果单单是在美国购买25万房产的一个事情 被禁言也是十分明朗 这里关键问题我认为不是美国房产的事 大家看一下 他最近是8月19日 司马南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联想的视频 这条视频我认为是被禁言的主要原因 就是这条视频在我看来至少犯了两大错误 第一个呢 就是拿主观猜测当定论 联想没有操控舆论 是司马南一个人说了算的吗 你不能自己定性吧 何况此一时彼时呢 第二点呢 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批评联想了 而是有一种写粉丝 以令诸侯这个要挟国家这种意思 有些话我也不能说的太直白 大家自己脑补一下 说实话虽然我能够理解平台的做法 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动不动就禁言 我想我们做自媒体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都有深得体会 时不时的就可能因为某些观点 违反了平台规则 扣分禁言那是场事 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的言论 只要不涉及煽动暴力或者伤害别人 不应该进行干涉的 如果一味的说好话 挑好听的给大家说 那么我们的认知水平是不是会发生变化 发生单一呢 遇到跟自己不一样的观点 那就进行举报 举报的对方就不让对方说话 那样下去的话是不是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呢 所以说我认为观点不同不同于敌人呢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呀 舆论呢应该是多元化的 希望大家能保持共同的底线 不煽动不发表这个极端言论这就对了啊 同时也尊重每一个人的说法和权利 减少道德琵琶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真正正的净化舆论环境 每个人才能够畅所欲言的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样才能百花齐放百花争鸣 那么大家对司马南被禁言的事情又是怎么看的呢 希望大家评论区讨论 好今天风格8点半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